Hello,大家好,我叫Sanny 今天为大家去分享一款 旗线条的发型层次 之前跟我们模特沟通很久 想要换一个其他的造型 而模特会有这样的强烈要求 我就要零层次的旗线条 其实从她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来讲 也可以预判出 在现场这个年龄的女孩 其实更多还是比较喜欢 旗线条或低层次 因为是当下的流行 今年是2021年 22年的元旦 在今天依然还很多人 都喜欢那种旗线条的发型 所以我们跟随大家的一个需求 在相同的要求当中 去寻找不同的设计 所以今天我也大应该帮她去做 录制这样的一期视频 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普通发型当中 能够借以颜色做点缀 让原本普通或大众的发型 能够豁然一新 有一个重新的活力 重新的一个印象和形象 给大家去呈现 原来这样的发型低层次 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染色方式 去做出这样的线条 整体都很简单 所以跟着镜头 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今天的发型效果 Hello 那我们来到今天第一个操作步骤 就是优先去给她完成了染发的设计 在染发的色彩上 没有过多的解释 在今天的染发分区上 需要跟大家去做一个特殊的介绍 跟着镜头来到我们的头顶 优先去给大家去介绍 今天的分区效果 那我要知道 之前跟大家去介绍过 今天发型剪的整体 是极限条的一个层次 也是整体表面的层次 是没有任何丰富细碎的表现出来 所以在今天头顶的地方 我会用这样的分区 来表达整体头的线条感 利用片染 作用于头顶 使整体发型的层次 得以更鲜明的表现出来 头顶的浅色 与底色的深色 做一个相互的呼应 分区的地方分的少一些 裸露出来的部分 能够更好地透视出底边的底色 从而达到一些调染的效果 看一下我这样的动作 那么首先 我们用目处从前向后梳理 完成自然头路的寻找 我们让模特今天完成的分缝 自然分缝是一条中分 左右两侧对半分开 贯穿后中间分线 完成左右两侧对半分开的分区 由于一侧 用手拨弄着 找到有一点 向四周扩散的远点位置 我们称之为扩散点 扩散点连接左右两侧而上 把一侧的区域完成前后的分区 跟着镜头看这里 我们优先来完成前侧 由扩散点向左右两侧 各分出接近两公分的一个深度 向前逐渐分到前中间分线为节点 这样的分区会完成一个 后关前窄的分区 在整个头顶是一个三角形 看一下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在左右两侧的部分表达的线条 和颜色是最多的 要知道后面往往染浅深 逐渐向前把片逐渐变得越来越窄 那到前面的地方 颜色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少 在刘海的地方 不要有大量的浅颜色表现出来 以免变得很臃肿 主刺不分 同时刘海如染了 更多浅颜色 有点像阳过的味道 所以到前面要主要以点缀为主 所以通过分区 由宽到窄 由多到少 来呈现渐变色的效果 后区的部分 依然从左右两侧的部分 向下等分的地方完成分区 到后面的地方 同样依然是分三角形 放落下来一定要在手上去观察一下 你分的往后是不是你要的 底边是底色 这是浅色 浅色放落下来 能否更好地透露到我们的皮肤 就决定了染完的头发 能不能很好地看到底边的底色 再来看一下 在这一侧我们得到的分区效果 得到的是一个菱形 半面的菱形效果 分区的厚度 由扩散点向左右两侧延伸 侧中心分线大概也就两公分 千万不要太宽 紧远记着染颜色少就是多 多就乱了 另一侧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模特的右侧 找到扩散点分支左右两侧 而上面完成向后分区 由右侧的扩散点向下 分出两公分的一个厚度 向前完成分区 分支前额头的顶尖的位置 由扩散点分支后区的部分 所有头先不要忘了 放落下来一定要去看一下 放落在手上得到的效果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 可以明显地看到 因为中间的分区分的比较厚 所以在这里颜色表现就比较多 越到前面越到后面颜色会逐渐变少 由分区的宽 到前面窄到后面的窄 逐渐的渐变色 不是由颜色的深浅做的渐变 而是由分区的面积大小 来去呈现的渐变色的效果 整个底色呢 我会给它做成一个棕色的底色 而在头顶部分 我会给它做一个奶茶色的设计 在整个头顶的部分 它得到的一个形状 就是灵性的分区 好 来看一下我们整个完成好的分区 对于头顶是一个灵性的分区 头顶的部分 我们会先作用于漂色 底色 不漂 做生活色 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模特已经染完头回来了 我们看一下整体颜色染的大概效果 头顶我们灵性分区 以中心分线为开始 所有两色各分出了一部分的片脸 在于头顶 然后去看之后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底边我们染的是一个正常的棕色 头顶颜色稍微浅一些 提升一些高明度的位置 增加了一些与底色相互呼应的线体 这样同时也可以保证整个发型的 多更时尚一些的同时 使得整个发型的色彩 能量程度可以提升 我撑一下 看一下表面的显色 因为分的很薄 所以跟底边的深色 它会有相互交融的一个状态 它自然就会有一些素装效果 呈现出来 这种方式 请过大家去参考 一定要注意头顶的染发 的时候一定要贴紧发根 如果留了黑根 或者过度的颜色 那头顶看它的完整性 就会差很多 所以在这一部分 染色的时候 需要大家注意 当然发型整体剪裁上 就相对比较简单 现在进口 我们一起看一下接下来的流程 因为模特它要求 旗线条 我们会在这个发型当中的结构 我们也不会给它考虑 那么多技术上的呈现 然后所有头发的基本长度 我们先做一个长度上的预解 方便我们完成接下来的分区 长度设定 前面的是其下热 大概下边一公分左右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与后续形成一个水平的效果 在剪的时候 剪完结构的时候 一定是前长后段 但吹干之后 一定变成前后水平 所以一定要把灰坛的脏力 考虑进去 所有头发 由头顶扩散顶 分至左右两侧而上顶 完成整个发型的前后分区 值得强调的是 扩散顶是由头顶 一点放射的圆点位置 分至左右两侧而上顶 所以扩散顶的找寻 就显得很重要 尤其在颜色分区的时候 你也要准确地找到扩散顶 沿着自然头颅 完成一点放射的圆点位置 我们称之为扩散顶 从整股点分区至左右两侧而上顶 完成水平分区 后底区完成长度上的设定 比前区投行保持实力 以前区我们最终想要的长度 与地面形成角度大概15度 斜向后来去设定后区的第一道裁剪 后区用宽纸缩完成梳理 用剪刀贴紧皮肤 目鼠沿着头发的自然垂落 在后区是另一个我们设定的长度 注意在后区切口方形 所有头发沿自然垂落梳理 拉之后区一个面 完成方形切口 用侧应同样的动力去进行 这款发型大家看的是整体 最后呈现了一个效果 颜色对整个发型带来的一个影响 所以不希望大家把所有的这种注意力 以及思维都绝对放在剪裁上 这种剪裁在生产当中应该会更多 所以大家使用过 修剪完外线 后中级阵线 向前梳理 完成确定脚的动作 头发保留足够长度 用手指夹着确定脚 更方便更准确一些 另一侧跟同样的方式 修剪完成 目测区检查 主要两侧对整形 可以发现我有一个习惯的动作 主要两次交换的梳理 再梳到自然垂落的位置 因为你拉到后区修剪方形 所以路到一侧 它一定会变成后膝前低 前色区域沿着这个长度 向前完成 修剪 而整个头发在这部分区域当中 它发量并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用内部结构的 不连接去处理它 后区第二片 依然完成水平分区 从黄金基准点完成第二区的上下分区 法量少 所以分区会比较厚一些 如果大家在现场有个法量多的 建议您的薄一些 第二层的部分 为了使外线保留的足够齐 注意一下小细节 为了使得外线足够整齐 所有头发依然也自然垂落熟 但长度比第一层要长 0.5公分 这样你修剪完成的 旗线条的头发才会变得极为的整齐 在发表上论错 所以第二层比第一层长 长0.5公分是细节 五粮区以上 每一层头发都要第一层的头发长度 长0.5公分 所有头发 眼睛在垂落熟里 拉至后去一根面 完成方向切头 使标准 所有头发修剪完成之后 左右两次自然梳理 进行目测的观察 然后这个头放过下来 应该是第二层的头发 放过下来 我觉得这吹干头可能会有一些臭臭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希望在第二层的部分 可以拉走部分的方便 以第二层的头发后股分出一半 所有头发高角度 剪接口高于分居线 完成取角的动作 拿走部分第二层的外线重来 第二层一半 所有的头发 拉至后须一根面 完成取角 不要小看这一刀 它在结构上 可以使得我们外线的地方 可以变得更柔和 但同时也不影响我们的完整性 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发布的一个 内部结构的细线条的画画 所以不连接和去角的地方 要根据实际状态 来去审明它 这是技术 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在所有头发上 都按照这样的流通剪的一个方式 并不是 我反复强调过 剪头发没有绝对的规矩 因人而意 因人失意去完成梳理 第三层的头发 也是头顶部分 同样沿着沾垂落梳理 拉到过去一个面 以第二层头发长度为引导 完成外线的裁剪 修剪完成 让自然垂落梳理 我们目测去检查一下 它的长度比起效果 再次强调一下 第二层的头发 要比第一层头发 长0.5公分 表面头发的纹理 放落下来 再把五倍部分的线条呈现出来 值得强调的是 这种颜色的分区 一定建议 在低层次或零层次的基础上 或低层次的基础上 去完成这种颜色的构造 高层次就不建议这样的分区 往外来 像喝点蜂一样 这样的位置 你们看 第二层的地方 从左右两侧 转角处 完成水平向后的分区 手上头发沿自然垂落梳理 找到耳上点后须外线部分一点点的长度为引导 注意这部分的切口互报前提 延续这个切口完成前须的检查就可以了 沿自然垂落梳理 注意在这部分参考的不是减切口平衡分区线 是延续后须的切口延长方向 完成的前须修剪切口的参考 修剪完成之后测中间分线 向一侧往上梳理 去内角 手两侧头并不是很多 所以内部结构我们也不能考虑 向外结构去拿走更多的内部法面 老板依然沿自然垂落梳理 找到外线长度 完成一刀切的动作 按照这样的方式完成好这样的效果 那一次同样转角输水平向前 完成工序 水过头发沿自然垂落梳理 找到耳上的外线长度 和切口延伸方向 完成长度上的引导 头型在前后空间上保持直立 在左右空间上可以向另一侧倾斜 修剪完成测中间分线 向前完成8C型的梳理去内角 河顶头发同样沿自然垂落梳理 完成外线的裁剪 当地发型调整好之后 目测去检查外线的地方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整齐的效果 但在后面去观察 左转侧是否是绝对的对称 别忘了第二层之后每一层 都比低层要长0.5公分 这样你剪完之后底区才会很齐的感觉 然后整体目测检查完 如果没有特殊的细节 需要我们再次进行精修调整的话 这个头是不需要你打薄的 很多时候容易打薄的地方站在哪儿 就是剪完之后后区下面总是很厚很蓬 但这里面预计的发量太多 我们可以通过结构去拿走更多发量 如果做完结构之后 姿势依然显然很臃脱 我们可以再次在里程序进行打薄 表面一层要保留均匀的质感 千万不要去触碰它 然后现在这个头发呢 因为是洗线条 没有过多多造型 我们只需要在一个地方做洗剂上的手 就是刘海 就分享给你们一个 我经常用的刘海吹风小技巧 所有头发的角度呢 拉高一些 就垂直地面完成第二 然后目鼠由前面 进入头发跟的地方 目鼠转半圈 把发跟出顺 然后吹风的时候呢 在里面周边 我们要跳过小风 先去吹发跟 把发跟加到不够热 然后进行 从发跟到发盖 高角度 高角度 到发尾都一样 因为走过其他都起线条 到发尾都吹了 不然发尾变得很高 下面却很直很齐 就很容易出现钻层 放光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观察 看 发跟的地方是松的 是高的 到发跟有一个弧度 到发尾它却是直的 更好的语下去做剪接 发跟的地方自然就会有一个松弛的效果 好 现在我们可以去完成一点点四发骨的涂抹 还是同样的由下至上 无发跟至发尾 再次来强调和回忆一下 这款发型 因为就是期限条 它本身发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几乎不用去调整它的发量 由下至上 无法跟至发尾 由后至前 去完成四发骨的涂抹 手上伸一点点四发骨的涂抹 我们再去调整 刘海部分的纹理 这种颜色搭配呢 在色彩上 我们可以随意的进行调整和调换 如果说我不喜欢这种颜色 我喜欢头顶丝米白色的 可以吗 没问题 跟底边的颜色 只要是同色的 调 不同明度的 我们都可以任意去进行搭配 在侧面的地方 依然可以很好的这样的线条干表